从明星到孕妇,美容护理的全民热潮来袭 一般来讲,年轻女性通常只18至35岁 在美容护理市场中的占比显著 通常在60%至70%之间 这一群体对美容产品和护理服务的需求持续增长 推动了美容护理行业的发展 具体占比可能会因地区和调查机构的不同而有所差异 在中国,年轻女性在美容护肤品消费中的占比也相当高 根据艾瑞咨询的报告 20至29岁的女性在美容护肤品市场中的消费占比超过50% 30至39岁的女性占比接近30% 美国美容市场数据显示 18至34岁的女性是美容产品的主要消费者 占整个市场的40%以上 这一年龄段的女性更加关注护肤、美妆和日常护理 这可能是因为年轻女性通常更注重外貌和自我形象管理 通过美容护理来提升自信和个人魅力 其次可能是受到社交媒体和美妆博主的影响 使得年轻女性更愿意尝试和购买新的美容产品和护理服务 另外,年轻女性的消费习惯和生活方式 使她们更愿意在美容和护肤方面投入 追求时尚和潮流 其实,经常进行美容护理的人群通常包括以下几类 一、职场人士、白领和办公人员 长时间面对电脑和干燥的办公环境 皮肤容易疲劳和缺水 因此需要定期进行皮肤护理 销售和公关人员需要频繁面对客户 良好的外在形象能够增强职业形象和自信心 二、娱乐圈和模特、演员和歌手 需要在镜头前保持最佳状态 频繁进行皮肤护理、化妆和造型 模特、工作需求频繁拍摄和走秀 对皮肤、头发和身材的护理要求很高 三、年轻女性、爱美女性 注重个人形象 喜欢尝试新的美容产品和护肤疗程 大学生和年轻职场新人 希望通过美容护理提升自信和整体形象 四、中年级以上女性 关注抗衰老 通过美容护理减缓皮肤老化 保持年轻状态 改善皮肤问题 应对更年期等生理变化引起的皮肤问题 如色斑、干燥和松弛 九、特定职业需求者 空城人员 由于工作环境和频繁飞行的需要 空城人员对皮肤护理有特别的需求 服务业人员 如酒店服务员、美容师等 工作中需要良好的外在形象 十、重视养生的人 养生爱好者 通过美容护理和健康饮食相结合 追求内外兼修的健康美丽 结论 经常进行美容护理的人群非常广泛 从职场人士到娱乐圈明星 从年轻女性到中年女性 以及男性、孕妇等各个年龄段和职业群体 无论是为了职业需求、个人兴趣 还是为了改善和保持皮肤健康 美容护理已经成为许多人生活中的重要部分 通过美容护理 不仅可以提升外在形象 还能增强自信心和整体生活质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